康义符就非常好用 那康义符你想说康义符什么康义符 其实特别重要 我先第一步 先把游标放在查询名单的第二 第二个的话呢 我就插入什么 插入那个统计类的 我们上礼拜说统计 统计类里面的什么呢 康义符 所以你可以找到康义符 那康义符特别重要 它会跟你要两个资料 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range range是你要找什么范围 那实际上就是找黑名单 那criteria是找什么 找这个东西存不存在 有没有 那你不用向下填满的话 那就让我criteria一直变一直变 这个范围不变 那不就全部找完了 如果是1的话 那就是有 0的话呢就是没有 OK 所以特别重要 那range我们就选 切到黑名单 然后呢游标放在A2 以前有同学是吧 直接这样往下拉 特别是一定 我给我什么 因为你要拉2万多 那可能要等很久啊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记得有个快速键 我前面跟各位讲过 就是说如果你要选的话 一定要记得 你就把游标先放在A2 然后用什么呢 Ctrl Shift向下就给A2 然后Ctrl Shift向下 这样就选完了 这个一定要会啊 万一还有人不会啊 不会就麻烦了 你就往下选 选到什么时候 比如说选到了过头了 又拉回来 那不是很麻烦吗 你只要A2 Ctrl Shift向下就OK 另外的话呢 我是建议啊 如果以后像这种 跨工作表 然后呢 大范围 一律建议怎么样 请你不要用这种选取方法 我是建议直接改成什么 用第一名称来做 会比较OK 所以建议这个部分呢 不要用这种方法 当然是也可以 但是不建议 用什么方法比较OK 一 请你把什么呢 黑名单这个范围 一样游标 先把这个名称先 Ctrl C一下 先把这个名称先复制 然后把这个范围选起来 游标放A2 Ctrl G向下 这个范围呢 定义一个名称 请你在哪里呢 在左上角这个名称方块里面 输入一个名称 叫黑名单 这个跟上海班那个什么呢 乐透禅那个 有异曲同工之妙 你就Enter 好 这样的话以后 这个范围就叫黑名单了 那记得呢 再配合F3 OK 所以啊 那我怎么知道说 这个范围是OK的 请你切到公式里面的 名称管理人 看一下这个范围 这个名称就代表这个范围 就这个 没错 如果有错 你就修改打个勾就好了 OK 好 那我们再做一遍 第一个 有要放这边 插入函数 我们用最近使用过的Konif 然后Range的话 记得刚刚是点过去 然后再选 记得一个快速键 叫F3 记得F3 黑名单就出来了 OK 这样就完成了 记得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快速键叫F3 它会掉一个清单给你用选的 那未来 那如果你没有F3的话 或者是说像之前有同学用Mac电脑 Mac电脑上面就没有F3 那怎么办 你自己打个也可以 你打黑名单三个字也是可以的 好 好 再来的话 Criteria就是这个 接下来的话 你会发现它找到一个 表示说它在黑名单出现 然后我们就按确定就好了 另外 如果你用定义名称的好处 就是说你不用管 要不要锁定 有没有 之前如果你用A2 你可能A2的前面要加个钱的话 那如果定义名称不需要 OK 另外的话 你的公司会变得比较清爽 我是觉得光这一点 我就会非常的喜欢 所以只要是跨工作表的大范围 一律都用定义名称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注意 因为很多人没有这种概念 有时候我光看他们那个档案里面 一堆跨工作表甚至跨工作部 那真的是很不容易理解 OK 所以这个地方记得定义名称 好 按确定之后向下填满 向下填满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它很快的帮我找出来了 那里面是1的话 表示是黑名单 那如果是0的话 表示不在黑名单 像这些都是 可是问题来了 我要怎么样把那个是0的部分 集结起来 然后是 应该跟你讲 是1的部分要集结 那这个同学说 老师我用排序的 对不对 其实也可以 资料里面有排序 你可以z到z到a 游标放b1 z到a 他就把e全部都集结 已经放下面 e放前面 但是我觉得这个方法不OK 可能没有另外的方法好 Ctrl z一下 我是建议你把游标一样放b2 利用什么 筛选 筛选的话 他的好处是说 如果你只想看到1的话 你可以点这个 把你要看到的打勾就可以了 按个确定 有没有 一样留下1 那0的部分呢 他实际上就帮你隐藏起来 那我们如果要把1的部分 把它call到查询结果的话 有不要放在a2 一样Ctrl shift向下 把它怎么样 Ctrl c就可以了 因为其他隐藏 不会复制到 OK 然后把它查询结果部分 a1帮我把它贴上 这样我就知道说 黑名单就这些了 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想要查什么 两个范围里面 有哪些是不一样的 哪些是一样的 或哪些不一样 不一样的就0 你会很快的时间 可以把它比对出来 其实关键就是利用